两岸一年一度的文化艺术交流盛会 第十届海峡两岸 厦门文化产业波澜交易会 三分之十一日 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以公益艺术数位内容与影视 创意设计文创旅游等四大主题盛大开幕 大陆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 民革中央副主席政见棒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高翔 副省长杨贤金等领导和嘉宾 联媒出席并一同参观展览 为推动两岸特色乡镇文化交流 同步与厦门文博会中举行的 台湾文创购物节已举办多届 今年除了金门、南投、嘉义、台东四县市 设立专区参展之外 英歌、大西、淡水也同步与文博会中 以特色主题小镇亮相展示 与贩售台味十足的文创旅游商品 与特色伴手里 台中知名伴手里业者阿聪式的芋头苏 也来设摊 来自南投水里生态休闲农场 在现场展示着新鲜的台湾水果 甜葡萄又挤龙眼干的黄鱼群表示 第一次参加厦门文博会 想不到厦门的展馆这么大 此次来是水温推展品质油凉的台湾水果 但不知道如何申请用微信方码收钱 目前只能用最传统文化收现金方式贩售 离厦门最近的金门县今年仍然大手笔参展 毕竟居民生活圈非常接近 展馆以闽南传统建筑宴尾 马被为设计主轴 洋溢浓浓的金门风 在台湾展区中很突出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展示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学中心所承办百花齐放 金门演绎2017文创商品开发成果发表 既有17款别具风格的金门特色文创商品 包含台识大文创中心团队 以金门一厢正以特色为设计构想 融合地方人文风土特色所打造之风生水起 系列与百花齐放系列文创礼品 有计划的让金门从战地角色 蜕变为文创岛 厦门文博会十年有成 反思如今的台湾文创产业 还有游士在两岸交流中取得双赢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高湘参观 两岸文博十年回顾时表示 两岸是互利互惠互相学习 大陆市场大千力大 欢迎台湾同胞到大陆发展 两岸业界互相配合 携手共赢 厦门海峡两岸文博会走到第十届 展览规模和影响力逐年扩大 已经成为大陆第二大常态性举办的文博会 也是大陆各地文博会中 台湾参展商和台湾元素最多的一个文博会 大陆的进步是飞跃式 台湾的文创产业模式却还是传统系模 如何才能快速地跟进大陆广大市场的需求 智慧之外更需要善于把握机会 忠实